年底的运作的一个很有趣的一方面 我们说到这个习近平任期那样 叫做非常态的人序变动 两个人的名字 可能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下就能够猜到 一个是秦刚一个是李尚福 之前我们说对于秦刚是处理了一半 只看到被罢免了外交部长 国务委员的这个职务还留着 事儿到底事大事小 一时半会儿还看不清楚 李尚福是不见人影 但是到底怎么样了也不知道 现在是两个人都宣布了进一步的下落 当然了宣布了三分之二 还有剩下的职务 还有很多 秦刚被罢免了国务委员 李尚福被罢免了国防部长和国务委员 这样的一个消息是不是对于我们了解 或者是判断两个人接下来的去向和命运 有了更一步的消息 现在秦刚和李尚福还有哪一些职务 没有被罢免 未来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处置状态 我们请和民先生来谈一谈 李尚福至少还有中共中央委员 还有中央军委委员 所以他见识中共中央委员里面的一个成员 也是中央军委里面的第三号人物 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 把国防部长拉掉了 你可以把他国家还是什么军委 其实这完全是假的 拉掉了 但是你还有一个中央军委员呢 他还能不能行使权力呢 那从法庭来讲他可以行使权力 这就是中国的权力体系没有理顺 那么那个老习准备理顺 结果遭到了全世界媒体的批评 那么中国的民众对他很反感 就是国家主席的任期制的民主 那么之前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就没有任期制啊 那如果他当一个中央军委主席和总书记 他可以完全当上去啊 你认为要他全力执政好 还是要他跟国家主席形成某一种统一为好 其实这个里面从政治里面是要做一些仔细的研究 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先攻击了再说 现在是今天早上我看李杰发给我一个评论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反正现在知识分子、精英分子 以骂习近平为害罗 老百姓以骂美国为害罗 什么问题都是美国造成的 我们中国为什么这么糟糕啊 都是美国欺负我们造成的 现在是中国什么问题造成的 那精英分子说 都是习近平造成的 实际上这个体制的调训呢 是这个 毛泽东去世之后 一直以来是个最大最根本的难题 怎么理顺习近平 我估计他有一些他的一些想法 但是他也只是一步呈现出来 我们讲的 你把李尚福的国防部长拿掉 他是中央中央委员 他能不能行使权利啊 对吧 秦冠还有中共中央委员 他能不能行使这个权利 很幸运是没有的 他的人身自由都没有 对吧 甚至连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 扒免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 没理由 你告诉什么理由啊 秦冠是跟这个那个女的叫什么 对吧 还有这个李尚福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也有各种各种的说法 我是不太相信或者是将信将疑 因为我们只能找到啊 这个中国官方公布出来都是 在可能性的 我不相信你几个人真的了解军方 里面什么第一手材料 你真正了解秦冠的第一手材料 包括秦冠 我们都是非常有限的这个资料的了解 我记得在两个星期以前 李奇到到芝加哥去了 我们搞了一个独家 对吧 和谁讲的 秦冠是有病 那秦冠是什么病呢 秦冠和这个现在被车子的病 有什么关系 他违反了一些哪一些法律问题 违反了哪一些党的东西 秦冠人大常会根本就没有说明 那你没有说明 那我们怎么能去评论呢 对吧 我们只能跟着我们非常有限的这个情况 从这个方面来看啊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 那真的是相差太远太远 你不要说一般的平民 老百姓的权力得不到保障 你就是唐大的国家领导人 这两位都是国家领导人了 一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中央军委委员啊 一位是这个国防部 他也是国防部长啊 还一位是这个国务委员外交部长 这就是中国的脸面啊 一个是军方外交部长 一个是这个非军方的外交部长 政府的外交部长 这两个外交部长搞成这个样子 你可见其他的部委的领导人 能好到哪里去吗 如果中国的官方的人员都不能得到正常的对待 你相信老百姓的权力能够得到保障吗 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中国最担忧最担忧的地方 不是简单的同情或者是支持李尚福 或者是秦刚的问题 而是他们两个犯了什么事 你这个秦国人大白手套 你的白手套讲的理由给我们听 没有 好的确啊 现在啊李尚福啊被免除了职务 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也不知道接下来的国防部长到底是谁 现在要就导致中国 也无所谓啊 中国就没有国防部长 当我们说国防部长啊 跟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不一样 主要是负责国防外交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 在这个层级上啊 比这个这个中央军委的副主席还是要低啊 但是呢这个秦刚啊 现在也不知道他命运到底是哪里啊 秦成是不是要要迎来了秦刚不知道啊 那除了这一些情况之外啊 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啊 国务院的网站上 国务委员啊 原来是五个人在那里 现在还只剩下了三个人的名字 吴正龙 王小红 以及呢 慎怡琴 之前呢有一次啊 央视啊 在进行相关的这个会议的直播的时候 我们也是瞥见了王小红同志的禁容啊 真的是瘦了很多 一眼都没有看出来 现在呀 不知道是累的 还是紧张的 在中国官场做一个官真的是提心吊胆啊 这是我们最大的感慨 当然了 比较清晨的倒是请一请啊 所以就复联开会 做一些复联开会 可以搞搞复联工作 万幸万幸啊 复联工作目前看起来 我觉得国务这个图像应该拉掉 根本就没什么价值 都增加两个副总理就可以了 多增加副总理 这是何明先生提的意见啊 这个有关方面 如果看到这个节目的话 可以考虑 那么当然了 过去啊 其实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也为您对于整个中国的军事人事系统 外交人事系统 进行了非常多的报道讨论 以及分享了我们所了解到的相关的情况 或许在今天晚些时候 我们会对于过去的一些节目进行整理和梳理 并您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版本 帮助您梳理其中的来龙去脉 也帮助您更好的了解这一次人事变动背后的更多内幕和背景 今天节目已经严重超时了 我们话不多说 感谢给我们打赏的观众朋友们 随后就是华尔街联报环节 今天有非常多的观众朋友们给我们打赏 好像还有几位新朋友 给我们打赏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艺人甜点青山 我是ZZ散医生卖团孙蓬蓬 谢谢孙蓬蓬 是一位新网友来自加拿大 还有如是我闻 谢谢这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